五排撞到养猪流怎么办 都知道前两天暴猩猩训练赛 遇到区别对待很不高兴 公务员轻币见状特地深夜 陪暴猩猩五排练技术 没想到撞到H1队输了后 又撞车养猪流车队 普通人对于养猪流只能认输 那么轻币怎么做的呢 早在BP环节就提出了针对的办法 我们等一下就把刘邦给热了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前时的觉活哥如何应对养猪流 进入游戏 开局亲闭很关心 这种无聊的局 对提升暴猩猩的技术没啥用 随后指挥队友怎么压制养猪 等到四级后来兰区想蹲一波 但蒙田不磨塔也来了 最终一话二可惜让后翼撕血逃脱了 接着回来拿资源让蒙田去磨塔 等回来时蒙田害怕被抓响吃个野鸭亚金 亲密联盟安慰 于是蒙田拆到一塔后 对面也变得小心谨慎 亲密看到队友有想法立马制止 别给机会 接着来看一波亲密对于局势的掌控力 提前预判对面的操作 让队友小心不被破局 自己跑来联合射手针对刘邦 两人配合拿下刘邦 进一步给对面压力减少对面发育空间 随后拆掉上一塔 蒙田也在指挥下破掉二塔 然而中路给机会让亲密心头一紧 别给他开 他们很急 他们要开的 别给他开 这样的指挥下对面被压得喘不过气 难免露出破绽 被队友抓到机会留下手 好大好大 随即拆掉中一塔 亲密实行四一分推战术 中路小心他开进去 而对面选择保中塔被消耗 趁此机会几人拆掉下路高地撤退 接着打中上不给对面喘息机会 有干扰不太好打 于是下一波兵线到来拆掉了二塔 主打不给对面任何机会 紧接着争分夺秒继续压中路高地 可以看得出来亲密特别怕队友被开 见对面少人想直接一波 直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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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然而对面七分多钟的兵线不够肉 加上盾山快复活只能撤退 随后九分钟开了大龙鸭最后一座高地 OK 某天你可以送到哪里边 直接去扛塔去干对面 某天你直接扛塔去干对面 哎呦干了 直接扛塔干对面 干什么干什么杀人杀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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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某天去限制后翼 这里队友急切想拆水晶坏事了 这波也让后翼直接起飞 对此暴星星有点担忧 你有点起飞了 是不是 不是 我有一招吧 是不是 于是亲密改变策略来抓刘邦给对面压力 对面想开暴君又怕刘邦守不住只能回防 随后开了暴君布置战术 让我们终下一步他们打不过我们的 打前排啊这个不要推塔打人 不要扛塔打人就行了来来来 我就骗一下对面技能 一定要打前排 绑回家终于 终于扑过 扑正 首先就扎扎闪都可以了 挺简单的 我们点底才没事了 来来来 打前排打前排打前排 打前排 别上了别上了 别打后排打前排 走走走 打前排就行了没事 可以打接着打 可以接着来来来来 接着打接着 暴星星想撤 但轻易想最强一波 于是带三路并进 抬高级呢 我开了 抬高级呢 抬高级呢 我们上吧 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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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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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抬高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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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注意彻底结束 暴星星见到清帝如此恐怖的 全局掌控力 忠心佩服 哎呦 我呦 清帝 你